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只要美國政客到台灣 招待不說 付錢不說 美國政客所要求的買什麼 投資什麼照辦 像龐佩奧就是一個例子 來台灣呢 哎呀演講一場要多少錢 然後呢他自己搞了個公司 要台灣投資多少錢 那美國參議員 那個 Gram跑到台灣來 別人不說就要什麼樣 要台灣買80架的 波音的客機 波音客機被中國抵制 全世界自銷 他來了就要幹這個事 然後他可能台灣只買了20幾架 他不滿意 所以前段時間在美國通過法案裡面 他本來說要 送5億的武器給台灣 他就把他擋住說台灣自己出錢 最近好像又解禁了 因為好像台灣又答應要給他什麼好處 這一位參議員 從政之前是窮小子 但是現在他變成參議院最有錢的人 前段時間出來的數據 他的財產高達1億美金 你就看到在美國 從政是一個很賺錢的行業 那只要你賄賂他 他就會回報你好像做生意一樣 這是民主政治衰敗的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現在台灣 又要跟美國買這個 通用電子公司所生產的 叫做海上衛士 MQ-9V MQ-9V有人叫做收割無人機 有人叫做死神無人機 那他有陸上 這個衛士又海上衛士 其實這不是重點 他由MQ-1發展出來 叫MQ-9 那MQ-9分成A型跟B型 我們不用去管這種技術上的細節 就是說 這個MQ-9V 他基本上是可以掛飛彈的 尤其是有名的地獄火的飛彈 地獄火的飛彈 地獄火的飛彈沒有特別大 前一段時間 這個MQ-9的無人機 掛了地獄火的飛彈 還怎麼樣 這個暗殺了 這個伊朗的一個軍 一個將領 所以這個MQ-9 看起來好像是目前最強的 可是MQ-9前一段時間 在黑海的時候 照常被俄羅斯人 給打下來 而打下來更好笑的是 在上面淋油 它就自己掉下去了 就是 俄羅斯的戰鬥機 飛到這個指釋的烏尾上面 把這個油料給倒下去 結果這個 MQ-9就自己掉到海裡面去 那所以對於這樣子的 一個武器 他認為就是說 可以做無人機的高空偵察 這種無人機基本上是查打一體 可以做高空偵察 然後速度當然不是特別快 可是好笑的是 這個無人機對解放軍沒有用 因為解放軍面對台灣海峽 是一個很窄的海峽 那你要飛得太靠近的時候 解放軍很容易發現 要發現這種MQ-9的不是很難 只是說打下來成本會比較貴 因為飛彈會比這個 無人機的成本更貴 導彈比它更貴 可是要把它打下來 不只是導彈啊 花樣很多啊 比如說 戰鬥機或者其他飛機 靠近兩下就把它打下來 還不要用到太貴的導彈 那台灣呢 買這個東西啊 當然一方面呢 可以讓蔡英文在島內裡面炫耀 炫耀什麼呢 你看看我跟美國的關係都好 我都能夠優先買得到 這一款這個無人機啊 多先進 第二個 它可以跟民進黨的途中做宣傳 你看美國都會賣給我們這種 無人機的 那表示如果台海發生戰爭 美軍就可能介入到台海 而且這一款無人機呢 又可以跟日本的 美軍跟日本的自衛隊啊 進行連線 很了不起 所以等於是 日本也買了這種死神無人機 在偵查中國沿岸得到的資料 可以傳給台灣 台灣呢 偵查到台海的沿岸的狀況 也可以傳給這個美國跟日本 那這個用所謂的 League-22啊 什麼東西就可以連線在一起了 那問題有用嗎 這是一個 所有的軍事武器必須問的問題 以前美國啊 吹牛說海馬斯啊 哇多厲害多厲害多厲害 結果現在俄羅戰場上 海馬斯都不敢出來了 再來說愛國澤這個防空灰彈 多厲害多厲害 結果在這個烏克蘭啊 這個愛國澤被打趴了 還有說什麼 喔這個 鮑鱷坦克多厲害 現在俄羅戰場上也都掛了 所以任何一種武器 都要在戰場上實驗 才知道它的效果 現在這個MQ-9 拿去對付伊朗 拿去對付敘利亞 那當然那個相對軍力差距那麼大 不用這個武器也可以對付它 那他就把這個東西捧得很高啊 你看我都能夠刺殺伊朗的將領啊 多了不起啊 那現在問題說 那台海有沒有用啊 你這個打得到解放軍的將領嗎 打不到啊 那你幹嗎 為什麼 那第一火不是一個很 一個爆炸力很強的導彈好不好 像前一段時間 美國也是用第一火飛彈去打那個 大陸飄到這個美國的一個氣球啊 所以它不是一個多了不起 戰力多厲害的 但是它可以做成局部的傷害 那倒是真的 那為什麼 這種高空偵察的需要去裝備 這種第一火的飛彈呢 原因很簡單 就在偵察過程裡面 平常是說偵察到什麼地點 再叫其他的導彈或什麼來攻擊 但是如果這一款有帶第一火的時候 有臨時緊急的事情可以先處理 它是使用這種快速緊急處理的一種 急救性的 急救張性的一個攻擊力量 並不是有太大的武力 而且這一款啊 解放軍根本不必放在野裡面 解放軍的無人機比較多啊 到時候無人機群兩下就把這一家打下來 用無人機打無人機是成本最低的啊 你這個第一火能幹什麼啦 所以我只能叹一口氣 像現在在俄羅戰場上 每一天的無人機的數量非常的多 每一天消耗的無人機的數量也非常的多 所以無人機不只值要高量要多 那台灣買了幾下能幹什麼 到時候被解放軍的無人機圍攻的話 他就掛了 而且無人機打無人機成本很低啊 但是至少 蔡英文政府這樣的買美國武器 至少造成了一個很重要的現象 民調上就顯示 民進黨的支持者有75% 相信如果台海發生戰爭 美軍會來幫台灣打仗 稍微腦筋清楚的人知道是謊言 可是民進黨的支持者呢 就會相信神是一個真理 覺得美國人會遵守誠信 問題是美國會答應你嗎 也沒有 但是他們可以構築自己一個台獨幻想 民進黨支持者在台灣有多少 至少有四成人 那四成人裡面有75%認為美國會幫台灣打仗了 是75% 那就表示台灣地區有三成人是這樣相信的 那這些人已經變成一種宗教迷信 無論如果他想搞台獨 然後不搞台獨就好像有什麼不對 那對於反對台獨的人或者不主張台獨 他會極請全力去攻擊 說你不愛台灣 好像只有他愛台灣 他忘了一點這些人真的在害台灣 嗯 這些人在害台灣會到什麼程度 可是他已經深入到很多人的思想裡面 不論自己是中國人 即使他的祖先來自中國 他也不論自己是中國人 那好笑的是 這些人跑到美國人去 已經變成美國公民 他還認為自己是台灣人 可以在美國搞台獨 所以你知道說這些人是很奇怪的動物 他們是在美國跟日本 長期教育底下 不論自己是中國人 還仇視中國人 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台獨日本兵的後代 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末期的 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 徵召很多的兵員 大概前前後後有20萬人 到東南來打仗 到這個中國大陸打仗 那後來戰敗了以後呢 他們並沒有受到什麼懲罰 因為當時的中國的政策是什麼 是寬大在處理 所以甚至有一些 在大陸上打仗的人 也沒有受到軍閥的處分 再違反戰爭都沒有受到軍閥的處分 因為當作同胞 可是這些人回到台灣 他變成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什麼 反中的力量 他們總覺得跟日本打仗 是一種很快樂的回憶 當然打完仗這個輸了以後 你現在去問那些人 他講說我是被迫的 鬼扯 大部分都是熱情志願參加的 他說我是不得已的 我也想逃沒辦法 因為我們是殖民地 不得不及錯了 當時日本人也嚇了一跳 最早的時候在1942年的時候 日本只想要徵收1000個志願兵 有40萬人報名 接下去再徵收1000個 有60萬人報名 第二年要徵收1000個 有70萬人報名 你就知道當時台灣 已經被日本人訓話 成一個殖民社會的動物了 那這些人的後代延伸起來 對中國就是高度的排斥 還自己創造很多謊言 說台灣人的血液裡面有原住民啊 什麼荷蘭人的基因啊 有平埔族的基因啊 沒有中國人基因 不同於中國人的血統 鬼扯蛋啊 完全是鬼扯啊 絕對沒有這種事情 荷蘭人到台灣來多少 最多的時候才2000個人啊 而且其中四分之三 都是日耳曼人啊 不過是兩三百人 怎麼可能有這麼大的基因呢 平埔族 在荷蘭人離開的時候 只有3萬人啊 當時中國人在台灣 就有3萬人啊 那他們抓住一句話說 哎呀以前那史書上寫 有唐三綱沒有唐三罵 所以從中國大陸來之後 男人啊都取平埔族啊 這是鬼扯蛋啊 謊言滿篇 就是為了搞台灣獨立 所以中國大陸當然現在很溫和 說要用和平統一啊 和平交流啊 但是我要不客氣的講 對這三層的人啊 坦白講 要統一就不可能有和平 要和平就不可能統一 因為這些人怎麼樣 會堅決的配合日本跟美國啦 跟中國對抗到底 所以所謂一個中國政策 就是美國用想盡辦法保護這些人 靠著這些人打天下 靠著這些人來打台灣牌 讓中國大陸這裡也不舒服 那裡也不舒服 一個很重要的政策 那買一買這MQ9A或9B 只是中間的一環政策而已 可以讓這些人更容易 一無抹毒 也不是抹毒啦 一無怎麼樣 搞毒 現在已經毒已經確定了情形了 中國大陸不要睜眼睛 已經看不到啊 這是台灣的現狀就是如此 台灣已經逐漸的走上 堅定的台獨的路線 不管你這個中國大陸同不同意 現狀就是如此 不可能兩岸融合 我坦白跟你講 尤其對這三層的人 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所以兩岸走到武裝對峙 武裝衝突 武裝獨立是幾乎是很難逃掉的 尤其美國人在中間拱火 那再拱火下去 台灣不是烏克蘭 台灣會比烏克蘭更慘 我們在52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限流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我們不放棄 讓真相被聽見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 AVE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你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 AVE 這個AVE好貼心 中天的新聞直播和節目 全都在裡面 一次滿足 有個假的 一旦 我們要再次回應 去吧 你 我們要先來 我們要再次回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